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三万旗是今天2月18号进行的威甲联赛 由黑方挡一飞,对战白方,李全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错小木,白旗新小木 黑旗点33 然后顶完之后搬简单定型,白旗挂脚 黑旗先走了一个单关跳 白旗上面飞鸭 然后底下继续扳断定型 黑旗打持,白旗反打,这里黑旗就可以脱签了 实战,黑旗高挂 然后就是一个脱退定式的进行 不过白旗没有直接跳 先在右边提,黑旗断打,白旗再跳 这个反正区别都并不大 黑旗拆三,白旗右边拆 开局都非常的平稳,都是属于这个定式的下方 黑旗往上面贴住 白旗打入进去 黑旗右边拆边,白旗上面二路飞 黑旗虎一个,手脚,白旗拆 那上面的这个旗行真的是非常的复古 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了 黑旗往左边逼住,白旗靠压出头 这个都属于教科书式的这个下方 黑旗不断,然后白旗靠三三 那接下来黑旗先往上面碰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手 这个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旗搬 黑旗再往这个新位冲出来的时候 如果说白旗挡住 那黑旗上面虎一个 白旗打吃的话 黑旗已经先手把这个冲段给补好了 上面这里冲的话 黑旗可以挡住 冲不下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黑旗就可以直接吃脚 冲完之后断 白旗补一手的话 黑旗一路打先手 为了防止白旗上面立一个 然后冲断 黑旗可以单战 这样的话呢 黑旗的角控围的非常的完整 而且左边这三颗子的话 其实也还好 眼位比较充足 又可以飞出头 所以说这样黑旗实力拿了不少 实战呢 白旗沾上还是要角控 那黑旗冲出来 白旗顶住 这个地方黑旗不会去断 断的话忍受不了 被白旗先手拍一把掌 这样黑旗太痛苦了 而且外面还吃不住 所以说黑旗立 这个是眼位的要点 白旗沾上 黑旗再往上一场 这几手可以说都是必然的进行 白旗长一个破眼 黑旗飞 把外面这两颗子一吃 上面白旗贴住 补旗 这个地方能不能不补呢 不补的话当然也可以 但是后续会被黑旗搜刮的比较惨 比如说白旗拖先 往左边拆 那黑旗上面这手夹 就让白旗很难受 虎一个的话 黑旗打吃先手 像这里的这个尖顶 包括挡住 然后黑旗再往这里顶住 然后比如说白旗全都是跟着 那被黑旗完全包围 压制在二路的话 这个旗也不能看了 所以说这里黑旗夹的话 如果说白旗反击 那黑旗再往前一横顶 那这个地方 白旗虎一个黑旗拐下去 这个白旗也封不住黑旗 扳的话冲出来 白旗挡不住 气太紧 这个白旗长一个的话 黑旗还可以跳出 这个白旗不行 两边都被分断 所以说白旗贴住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手 接下来黑旗左边碰 其实这个地方 黑旗叫了一些胜率 AI认为 这个并不是一个可以秀操作的地方 黑旗就简单拆个二 已经可以了 碰一个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白旗有这个底下扳 黑旗反扳的时候 白旗可以直接断打完之后 打持实战 也是这往下的 白旗下到这儿 判断的都非常的准确 然后黑旗反打白旗提掉 黑旗再打持 眼看就要形成一个转换了 白旗这个时候 AI的一选应该是 直接把黑旗给照进来 那黑旗走得比较契合的话 就往脚上唬一个分段 白旗再往上一唬 那接下来呢 还要跑出底下这颗子 黑旗要再花手旗去提 白旗上面压过来啊 也就防止了黑旗外面的冲断 基本上黑旗就死在里面 当然了 这样转换白旗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因为这个左下角 白旗还没有死透 以后这个虎下来 里面还有一些味道 所以说这个白旗应该 果断的选择转换啊 实战白旗突然就 又不肯这个气掉脚上了啊 就选择从二路断打完之后 再度过 那这样下的话 这个黑旗肯定是便宜了 白旗的这个 左边拔一朵花 并没有增加多少木属 脚上还受损 黑旗接下来 最为严厉的下法呢 是先去上面点一个 相当于造结材 等白旗笨一个的时候 黑旗就往脚上断打上去 跟白旗打这个结 这个结白旗中黑旗轻 而且上面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材 再提过来 白旗沾上的话 黑旗直接罩住白旗 顺势把边上给联络 那脚上如果说白旗不补的话 黑旗以后藏进去 还有旗 白旗还得在后手补 那这样黑旗又把自己连回 又先手搜刮 黑旗可以满意 实战呢 黑旗就直接联络 那白旗打吃 把黑旗打成一团 然后再虎一个不断 黑旗压过来 接下来的话 白旗的这个定型也出现了一些瑕疵 这个地方最好的下法应该是虎一个 这个虎的话就防止黑旗打吃啊 这个地方打吃又没有眼 以后这个收关的时候 也会一直要这个沾上 这个目鼠都亏掉啊 但是虎一个就先手补好了 再冲一个 然后白旗还可以把左上脚给挑出 这个地方因为黑旗冲不断 白旗挤一个先手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连回 所以说白旗应该走在这儿 实战白旗拐头 那黑旗也没有拍上来 其实拍上来对于黑旗来说 可以利益最大化 黑旗变一个呢 那对于白旗来说 压力就小一点了 毕竟这个结就不存在了 那这盘旗下到这儿呢 还非常的漫长 那双方在左边这里的判断 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白旗往底下去 五路肩抽 这个旗反正就是一个 模样消长的地方 黑旗贴住白旗再长 不过这个长又降了胜率 这里啊白旗应该贴下去 贴下去黑旗扳头 白旗可以反扳 黑旗也不敢随便去断 断的话这个黑旗外面的这个气态挺 还有个断点 底下也得补 所以说黑旗要外面沾 沾的话白旗挺头 先把这个边控捞到手 这个是比较实惠的 可能白旗也有自己的考虑啊 就是觉得黑旗外面走后的话 中间会产生潜力 但其实这个旗还好 因为黑旗这块控到处露着风 就比如说这个上面飞过来 白旗还可以穿向眼 并且底下这个地方 也没有完全封住 所以说这个时候 拿出边控的话 会更为实惠一点 实战白旗往上长 被黑旗拐住 在一般呢 黑旗这个控捞得太舒服了 白旗长一个 黑旗右边还要再断 还要再刁难白旗 接下来白旗打持 黑旗长 这个地方白旗接下来 这手贴住并不太好 这里白旗应该选择拐下去 这个拐下去的话 眼位也好 木树也不错 黑旗跳刺的话 白旗也不着急去补断 可以往底下二路打 这样的话 底下先活 黑旗外面逃跑的话 白旗就拐头 可以利用外面出头 代替这里补断的 这个单关连回 并且还紧住了 黑旗底下的气 黑旗左边的模样 也被白旗给打散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呢 白旗底下的木树便宜 双方互相掏空 那白旗也不亏 黑旗这里还有一块鼓起 所以说白旗应该 往底下这里拐头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手 实战白旗压过来 其实黑旗给机会了 黑旗要动手的话 应该现在扳 黑旗实战是往上面扳头 那白旗应该不管了 赶快往底下拐头 至于上面这里定型的话 黑旗以后有这个组合权 鉴定完之后夹一个 那白旗就忍耐 虎一个 黑旗打白旗沾上 这里被黑旗包住也没有办法 因为底下这里的定型 更加紧急一点 实战白旗跟着走 这个地方白旗下的比较缓 这盘旗 李轩豪的这个布局下的 确实不如以前的这个发挥 感觉这个处处被等一费压制 接下来黑旗往底下贴住 白旗单长 黑旗右下角扳 这里白旗断打的话呢 解决不了问题 黑旗当然不会去打吃 这样再打滚包 因为这样扳下来的话 脚上被白旗打出完之后 再一扳要被反杀 所以说白旗断打 黑旗会提 最终白旗还是得往这打吃 这个打吃多打一下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说白旗直接拐打 黑旗长一个 白旗贴住 接下来黑旗底下贴回 白旗上方拐头 还是想削减 黑旗左边的这个模样 黑旗之后往前长一个 黑旗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做好了 弃子的准备 但是要让白旗吃的比较难受 首先呢 利用白旗底下弃紧 要去收弃吃 然后外面 黑旗也要获得一定的借用 白旗靠上来封锁 同时收弃 黑旗右边点 这个就是黑旗的借用 白旗无法阻止黑旗联络 如果说并下来的话 那白旗 那黑旗断打完之后 再一冲 这个地方白旗就崩溃了 挡不住了 所以说实战 白旗只能单战 黑旗再往上面去掉一个 这个地方也要瞄着 把这四颗子给冲出来 右边呢 还要把白旗给断开 这里黑旗的构思 非常的不错 之后 李轩豪选择 往底下断打之后 打吃掉这颗子 这个也是先 掏空的同时 长期 黑旗断打 然后度过 白旗再往上靠牙 这里先把黑旗分断 黑旗斑 白旗长 然后黑旗冲出这几颗子 白旗断上来 之后黑旗单粘 这个地方白旗确实很难受 就是因为气太紧 粘的话呢 要出问题 黑旗可以往底下断 断完之后 白旗打吃 只有两口气了 再收气 而且是黑旗先手提截 那白旗的 接下来的一枚截材 就很难找了 黑旗都挺厚的 除了这个左上 有一点薄味 但是找这里的截材 明显小了 黑旗可以把这个截一削 白旗吃上面这四颗子 黑旗另外一半 还可以飞出 直接联络 那这样的话 白旗血亏啊 这个不仅是 右下损失惨重 连同中间这一块 不走的话 以后被黑旗挺头 迄今跑出来 还要继续反攻白旗 所以说这个 形成截针 白旗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白旗实战 只能顶在这儿 去受气 这个旗形长得就太难看了 被黑旗外面打吃 先手啊 这个提掉 马上就要打吃截不归 白旗还只能团在这儿去补 然后再被黑旗提掉 白旗也只能斩截 这个地方白旗 只能无条件的 这个补齐 进自己的气 黑旗扑完之后 再一打吧 白旗连续打成这个鱼形啊 这个地方黑旗 当时下这个旗的时候 肯定心情非常的愉快 然后再打 打吃完之后 再来一个跳架啊 真的是非常的秀 白旗还只能提掉 黑旗再一沾 这样的话顺势就连脚带边 连同这个左下的空啊 一起围住 所以说下到这儿 黑旗的这个局势 不用看胜率就知道 黑旗就是 而且这个 会让白旗的内心非常的痛苦 看到这一团鱼形 这个就浑身不自在 那接下来这个旗 李轩豪就非常的难了 但是从接下来的进程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 首先呢 白旗先往右上爬一个 再点刺 这里啊 就已经让黑旗出现了失误 黑旗这个时候 应该怎样去定型呢 对付这招棋 首先AI告诉我们 左上这个二路搬瞻 黑旗应该 无条件的 把它给交换掉 这个交换 白旗为了做活 只有继续补 黑旗搬 白旗立 这个白旗还没有活干净啊 以后这个一路搬 再点进去刀buff 白旗还只能往外面跑 这个是黑旗绝对的 这个先手权利 交换完之后呢 黑旗再回到右上 这里可以靠段 白旗如果说正常 就冲一个拐持 吃掉这颗子的话 那黑旗直接挡住 这里挡住的话 首先白旗这个二路夹 已经不成立了 连不回去了 黑旗打吃完之后 就可以粘上了 并且多了二路 这手挡住的子 那还防止了白旗打入进来 因为再打入的话 黑旗就可以直接把白旗 给闷进去吃掉了 所以说这里补旗的话 这个靠段可以说 是一个局部手金 实战黑旗太普通了 这个地方只能说 黑旗有优势意识 觉得这个旗差不多要拿下了 所以说下的比较的随意 战胜 然后白旗再打入 这个其实是白旗的一套连招 就请问你黑旗敢去封锁白旗 如果说黑旗就这样 小尖封锁的话 那接下来白旗就机会来了 因为这里只要把黑旗断开 就一定会形成对杀 黑旗打吃冲出来的话 那白旗拐打先手 二路拖 就算黑旗外面贴住先手的话 这里白旗退回家 也是一个先手 黑旗要去补断 那等黑旗补断 白旗上面又可以联络 这里坐眼 黑旗脚上也没活 外面这里还有这个断点 那黑旗就麻烦了 所以说这样形成对杀的话 黑旗没有非常大的把握 实战呢 黑旗还是这个优势意识的下法 就是靠压 然后让白旗这样扳回 黑旗顶住白旗打吃 这里白旗的目数是相当便宜的 当然了 黑旗因为之前的这个建立的优势非常的大 所以说还是黑旗好 接下来黑旗往中间沾收气 白旗打吃连回 然后黑旗还是回到左上 现在左上是一个主战场 白旗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讲到如果直接挡住 这样立的话会被黑旗搬完之后点杀 所以说白旗只能往外面去走 这里白旗走的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这里挡住的话主要是容易形成老虎口 也就更容易坐眼 并且还紧住上面这颗子的气 我们来看白旗是怎样活的 黑旗先飞针 白旗上面扳 黑旗连回这颗子 白旗靠出 接下来黑旗断 断完周刺 不过白旗这个长是个先手 这样的话黑旗上面得补 然后白旗再挡住 这样的话白旗确实就非常简单的活旗了 因为黑旗左上角搬白旗立 这个地方虽然说搬完之后可以点杀 但是白旗这个外面随时可以粘出来 这个地方可以确保在中间这里可以联络 所以说现在白旗大龙就安定了 这里确实不太好杀 那黑旗如果说飞过来的话呢 白旗可以直接站 你要是比如说中间这里封锁 白旗马上这个左上角一路立做活 那屠龙没吸 所以说黑旗只有收关 黑旗往左下角搬 白旗先粘上 然后白旗这个关子收小了 接下来比较大的关子 一个是右上的这手二路搬 我们来看看AI的收关方法 黑旗往底下爬一个先手 上面冲 然后还有一个大关子 就是左边这手挤这个挤也是布局时候 遗留下来的问题 如果说被黑旗打吃上来 这里又有个结 木树又亏 所以说这个挤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左边和右上这两个大关子 一收的话 白旗又能捞回来不少木树 实战白旗中间贴住去吃这三克子 这个吃小了 黑旗先打吃 然后左边打到这一下 没有问题 白旗长一个黑旗再提结 因为这个是黑旗的无忧结 所以说白旗只能沾上 然后黑旗这手挡住的话 这个关子也走小了 黑旗不如在中间去掏空 走这 白旗上面二路跳 跳完之后渡过 黑旗沾上 然后白旗抢到右上的这个二路搬 搬完之后呢 往中间小间开始要唯控了 这个地方白旗整体收官的这个方向要好于黑旗 然后黑旗左下角排一个前手 往上面挺头 白旗继续围 然后接下来黑旗出现失误了 中间这里收束的话 黑旗正确的这个走法应该是贴住 虽然说比较俗啊 但是非常有效 白旗长一个之后黑旗再贴住 应该这样去收 实战黑旗跳进来就比较过分了啊 白旗冲一个 黑旗上面冲 先手 白旗拐住 然后接下来黑旗这个地方 正确的招法应该是小间 小间的话 白旗冲断 虽然说黑旗这颗子损进去了 但是至少黑旗获得一个先手 还可以把右上这个大关子给走到 先沾 白旗不断的话 黑旗再一路搬 又收关又把脚上给近活 那这样的话仍然是黑旗优势 实战黑旗这里冲一个白旗断 然后黑旗再贴住 就跟这个小间相比的话 黑旗插了一个先后手啊 这个时候插一个先后手 这个黑旗肯定是问题大了 那这个时候黑旗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呢 还是有的 就不要去在这儿围控了 赶快往中间靠进来 打吃先手再打 白旗打吃 这个时候呢 黑旗如果说这个沾上 那白旗可以往上反打 这样黑旗全得损 但黑旗可以这样沾 这样沾的话白旗贴住 黑旗搬出 然后左上角白旗提掉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 虽然说黑旗被白旗提同两颗子 但是中间的空可以把这个白旗全部给打消掉 这样黑旗还是不错的 使战黑旗贴住去围这点空 那又给了白旗中间补齐的机会啊 白旗这个地方应该先打吃 然后小间 这个是盘面上最大的一个关子 这样的话真的是局势非常接近 但是使战白旗去连右边这个断点又出现问题了 又给了黑旗中间靠进来的机会 而且黑旗靠进来之后 这里打吃再打 白旗贴住的话 黑旗可以先团住 就算把中间这个尾巴给弃掉 那黑旗也是先手便宜的 多多少少还可以搜刮一点 实战黑旗往右边沾 白旗度过 黑旗扑一个 白旗提 黑旗还是没有往中间走 这个地方应该团住啊 这个团住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逆说 至于右上角 黑旗的这个死活呢 不用担心 因为白旗往这个 一路小间破眼的话 黑旗可以跳一个作眼 白旗中间粘上 黑旗打吃完之后 再往里面靠 白旗冲吃的时候 黑旗上面就可以冲回了 因为这个地方 多了刚才靠进来的 这一颗子交换 白旗再虎一个就断不掉 断的话 黑旗可以直接吃痛 这样的话 黑旗右上也是全部活起的 还是黑旗小优的一个关子旗 但是黑旗这个之前 没有往中间走 后来终于往中间走旗了 但是直接就出现了这个 幻觉啊 以为在这个里面能出旗 那这手旗真的是如果出不了旗的话 就全部损了 白旗包进来 黑旗打吃 白旗沾上 接下来黑旗往左边断 这个当然是个先手 还是有这个一路的 搬完之后点杀 白旗立下去做活 然后黑旗中间挖一个 白旗打吃 黑旗再往这一挤 这个确实没错啊 搞出来一个截针 但是问题是这个旗 黑旗 非常明智吗 并不明智啊 本来正常收官 黑旗优势的 然后搞出来一个截 现在这个黑旗的代价就大了 而且这个截才还不够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啊 白旗现在可以不理你啊 让你一个人去在这个地方玩这个截 我直接往右上去补一刀 那你黑旗大龙不是就死了吗 你去坐眼 我就直接把你封锁 黑旗中间还得再补齐 不然的话 比如说你走其他地方 被白旗这里沾上之后 再打吃 那白旗全部连通 黑旗中间就摆损进去了 所以说白旗这手贴助手先手 你还得去断打 那白旗也不去提截了 直接再往右边补一刀 你提掉我打吃 你顶住我再往里面去缩小眼位 这个地方不管黑旗怎么折腾 都是死旗 上面虎一个团住 白旗就直接往这一团 你要是站上这个弯三 往里面一点 黑旗死旗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旗走了半天啊 确实是折腾出来一个截 但是右上的这个死活都搭进去了 实战呢 白旗还是比较有兴致啊 跟黑旗先提截 黑旗往右边断再提过来 白旗沾上本身截再提 黑旗往左边去 点一个 这个地方白旗判断清楚 就没有跟着硬了 直接挡住 其实跟着走的话 主要是黑旗提 白旗右上杀旗的话 黑旗再坐眼 白旗提截 最终这个白旗想要杀右上角啊 还是不能在左上跟着黑旗 最终还是要拖先 最终会形成一个转换 所以说早走晚走 不如直接把这儿给 当住算了 实战白旗这儿一走 然后黑旗左上补一刀 这样白旗大龙先死掉 但是被白旗右上再补一刀的话 黑旗也得死 而且这个如果形成转换的话 黑旗是非常亏的 那接下来在如此狭窄的一个 这个空间里面 黑旗 纵有在 纵有这个天大的本领也活不了 黑旗最终往这儿 靠一个被白旗直接往这儿跳一个 一点 黑旗就只能认输了 这个地方肯定是做不出来两只眼 好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是李旋豪赢得比较吃力的一盘 那这盘旗前半段呢 白旗其实主要就是左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转换 判断失误 实战白旗怂了 选择联络 然后被黑旗连回 这里白旗亏了 然后接下来在右下角这个地方 白旗错过了往底下拐住补旗的这个机会 而且浪费了很多次机会 最终被黑旗秀了一把操作 直接通过这个弃子 然后把白旗打成一个大饼 这个地方黑旗顺势就把空全部围成 这个时候白旗已经相当被动了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旗黑旗下的过于的 这个放松 首先是右上角这里白旗二路点 黑旗没有发现这个上面靠段 然后把白旗吃进去 顺带连同这个打入一起补掉的妙手 这里先亏了 然后左上角这个地方反正也不能怪黑旗 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好杀 但是接下来收关的话 还是黑旗优势比较大的一个旗 但是接下来黑旗收关 首先是中间这里迟迟没有去掏空 然后在这个其他地方也是比较亏 比如说左边这个二路挡下去 这也是一个小关子 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 黑旗不仅是浪费了很多次掏空的机会 最终还非要进去送 搞出来一个截针 右上角这里的死活又出现问题 这个劫财也不够 最终形成转换 黑旗就突然不行了 好 那这盘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